丝瓜要想高产,做好一下三点就可以了 首先藤蔓不要过密,蛋肥不能过多,熊花不能过多 丝瓜的蛋林夹最佳比例是2比1比3,水加量比较高 所以蛋肥一定不能过多 看看这些丝瓜,藤蔓比较过密 这种过密的藤蔓会影响这个丝瓜的光合作用 要把这个过密的藤蔓给它吃掉 或者给它剪掉 保留成这样的藤蔓 看,透气性良好 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熊花过多也会导致丝瓜地产 要把多余的熊花把它摘掉 丝瓜藤上的丝熊花比例非常悬熟 总状花稀上一般只有一朵丝花 而熊花的个数多达15到20个 把多余的熊花把它摘掉 保留1比2就可以了 或者是1比1 丝瓜藤上,丝瓜和熊花的区别方法比较简单 丝瓜单生,花羹长2到10厘米 脂房长圆柱状 而熊花生鱼,总状花续上部 花羹要比丝瓜长一些 长度是12到14厘米 像这个就是丝瓜 丝瓜出来是接着果带着花的 看 这就是丝瓜 丝瓜出来是接着果带着花的 接着果带着花的都是丝瓜 这是个熊花还没有开 这么大一团,它什么都没带 把它摘掉 摘得只剩一个 丝瓜在养花结果期 碎肥量很大 蛋铃加综合比例 2比1比3 一般的蛋铃加复合肥含的量都比较高 要多上一点生物有机肥 或者每亩地上50斤的蛋铃加复合肥 加50斤的草木灰原料 因为草木灰的含加量比较高 使蛋铃加比例达到2比1比3 丝瓜在养花结果期 碎肥量很大 但是上花肥要少量多次 不能一次性上的太多 土壤也不能太湿 做好以上一点 丝瓜的结果量